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新北市汐止区公所在这个星期展开了第二波的公庙防疫宣导 而区长除了再度是前往各个公庙来做视察防疫的状况 而除了一开始要求的戴口罩、量体温还有消毒 这一次则是宣导针对进入公庙的信徒 来采取了总量的管制还有分段分流等方式进行引导来减少群聚 现在到庙里头拜拜没有戴口罩已经进不去 防疫政策在升级除了量体温双手喷酒精消毒 也担心心中一多群聚增加感染风险 所以汐止区公所在三月中进行公庙防疫宣导后 四月中再度进行第二波的视察 最暂时来到因为拍摄同龄少女爆红的汐止既得公 因为信徒相对比较多也提出采取总量管制等防疫措施 希望能够配合 整个疫情我们从过完年之后到现在 那其实很多的防疫政策其实都一直在做一个调整 那当然目前就希望说大家在进出公庙的时候 那个包括说公庙在办活动 我们都希望说用一个所谓的总量管制 然后分段分流还有单向进出的方式来引导民众 我们就是分流 我们首先就是说我们每次进入寺庙的人员 就是我们以二十个人为主 那在二十人的一个祭拜完了以后 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放第二批人 那在户外的部分我们还是宣导大家 1.5公尺的距离 再度来到汐止既得公了解 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做好防疫工作 尤其公庙是许多民众 传统都会聚集的地方 而既得公在中正老街上是地方上传统的信仰中心 本来信徒就不少 再加上拍片爆红 假日人潮也会多一些 而针对政府防疫 庙方也全力配合 并且愿意提供防疫物资 那我们庙方有准备了一个让隔离隔离的隔离者 他能够有一些防务的一些用品 那我们议定做了六百到一千个的那个防疫品 那如果隔离里长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公所这边登记 然后来我们这边领起 那个也可以看到说其实民众也非常的配合 庙方这边的规划 那庙方这边也是不管在量体温也好 动线的规划也好 那也有尽量就是说 引导民众说你这样子一个人群聚集的时候 还是要戴口罩 那个在整个防疫这一块 其实我们很感谢庙方对整个市府 在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下的支持 为了加强管制 庙方也规划单向进出引导 并且在地面上点出社交安全距离 防疫做了多一点 信徒进出也能跟着安心 加成惠林细子采访报道